而现在朝鲜半岛情势紧张 美国跟北韩两国不断的展示了各自的军武 也呼吁对方不要轻举妄动 那么在日期号凌晨呢 美国空军试射了一枚从洛杉矶到马绍尔群岛的 义勇兵三型的洲际弹道飞弹 服役将近有60年 即使年事已高 这对外仍然是有十足的威吓效果 那么今天透过环宇新闻点 我们要带你来看看 这个拥有将近一家子历史的义勇兵三型 究竟是什么样子 义勇兵三型洲际弹道飞弹 全名称为LGM-30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 1964年起由美国波音公司研发 1970年开始服役 2005年和平守护者飞弹退役后 美国现役的陆基洲际弹道飞弹 就只剩义勇兵三型 义勇兵三型以固体燃料火箭马达冠性引导 属于多弹头飞弹 并装有指挥缓冲系统 能够在36分钟之内改变攻击目标 相较于过去的类型 性能大幅提升 除此之外 飞弹还内建全球定位卫星系统 能够从卫星接收资讯 并且传递数据到地面基地 用以更精确的计算飞弹的所在位置和飞行速度 美国空军现在有大约450枚的义勇兵三型飞弹 分别放置在蒙大拿州的马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 北达科塔州的诺特空军基地 和怀俄明州的洛伦军基地 这款飞弹虽然不是最新型的武器 但它设计用来投送核弹头 再加上飞行力 对外依然威吓效果十足 以上就是今天的环宇新闻点